上周我们讲采扣夫斯基 讲到19世纪俄罗斯音乐有两种流派 一种是采扣夫斯基为代表的 受西方音乐影响比较大的 还有一种是以俄罗斯五人团为代表的 以发扬促进俄罗斯本土音乐风格的一个流派 本周我们就继续俄罗斯音乐的话题 给大家讲讲这个五人团写的音乐 五人团也叫做强力集团 这个名称听起来好像是个重工业集团 其实是为了赞扬他们对俄罗斯音乐强有力的推进 在他们的美妙音乐的激励下 之后俄罗斯涌现了不少著名的音乐家 比如说像格拉祖诺夫 李亚多夫 还有伊波里托夫 伊凡诺夫等等 这些名字可能外行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想专业音乐家对他们都是充满感情的 因为我们中国的音乐学院里面用的教材 都是来自苏联 来自俄罗斯 所以呢我们分析的普利也好 读的音乐论著也好 几乎都是他们写的 所以看到这些名字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呢强力集团的音乐也影响了 后来的德标西 拉威尔 斯特拉文斯基 以及雷斯皮基 对东欧和世界各国的民族乐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俄罗斯的五人强力集团又称作五人团 或者新俄罗斯乐派 还有巴拉基列夫小组 为什么叫巴拉基列夫小组呢 可见这个五人团的中心人物叫做巴拉基列夫 这个五人团呢 是由巴拉基列夫 穆索尔斯基 林姆斯基 扣沙扣夫 鲍罗丁和G1等五位俄罗斯作曲家组成的 其实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六人组 因为其中还有一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 但是呢在音乐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法国的六人团 所以呢我们就把俄罗斯的强力集团称作五人团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中心人物巴拉基列夫 他是一位钢琴家 作曲家和指挥家 在20世纪之前音乐家几乎都是三项全能的 他在青年时代遇见了俄罗斯早期著名的音乐家格林卡 格林卡的民间音乐风格深深影响了他 后来五人团成为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起手 积极推动俄罗斯民间音乐的发展 五人团里面的另外两位 像G1和穆索尔斯基就是巴拉基列夫的好朋友 他就召集这些朋友们一起来玩音乐 巴拉基列夫大家可能没怎么听说过 他写过两部交响曲 一部钢琴协奏曲 还有歌剧《里尔王》 如今呢他流传最广泛的是他的钢琴曲 比如伊斯拉美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难弹的钢琴作品 由此可见他自己的钢琴演奏水平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才能写出高难度的 辉煌炫技的钢琴作品 后面呢就会来给大家讲讲 这首最难的钢琴曲到底难在哪里 第二位穆索尔斯基大家一定听说过 他有一首名曲叫做图画展览会 穆索尔斯基呢一生穷困潦倒 身体不好 没有结婚 喜欢喝酒 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肖像总是大幅便便 头发胡子凌乱邋遢的样子 一副喝酒喝到不省人事的样子 其实呢他是一位俄罗斯的贵族 父亲是庄园主 母亲爱好音乐 他从小跟随母亲学钢琴 后来他读了贵族子弟们的圣彼得堡军官学校 毕业之后任进卫团少卫 还是一位军官 当时他遇见了巴拉基列夫 巴拉基列夫与他是一位一师一友的好朋友 到他那里呢 他把自己的童子宫捡了起来 开始正式学音乐 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 穆索尔斯基的家境一落千丈 他只好去沙皇底下供职 后来获得升迁 但他更热衷音乐 当时与朋友们组成了五人团 于是呢他离职 回到农村写音乐 写下著名的荒山之夜 回到彼得堡之后 为了谋生 他继续在林业部里面供职 同时呢写一部歌剧 就是后来的鲍里斯 哥多诺夫 写完之后 他送去给马林斯基剧院 马林斯基剧院大家比较熟悉啊 前几天 马林斯基的歌剧院 舞剧院 还有交响乐团 都来中国巡演 在一百年前 这个马林斯基剧院 已经是俄罗斯音乐界的权威 他们哪里看得上 穆索尔斯基这位业余作曲家 写的歌剧呢 穆索尔斯基改来改去 他们都不满意 后来这部歌剧由一些歌手 自发演出 竟然大获好评 所以多亏马林斯基剧院 一再要他修改 成就了一部好作品 后来这部歌剧 终于有了首演的机会 就在这部歌剧首演的时候 穆索尔斯基发现自己 有酗酒和癫痫症的症状 即使如此 他还是写下了后来的代表作 图画展览会 我记忆中非常深刻的是 穆索尔斯基的死亡 据说他害病住院 医生禁止他喝酒 说再喝会没命 可是有一次呢 他趁人不注意又喝上了 第二天暴毙而亡 穆索尔斯基喝酒 大概是为了作曲 或者这位没落的贵族 觉得自己一生非常不走运 只想喝喝酒做作曲 结果呢 一不小心就成了音乐大师了 接下来一位 林姆斯基科莎科夫 大家一定听说过 他的著名的作品 有天方夜谈和西班牙随想曲 我们在音乐学院的课堂上 都读过早年 中国出版的林姆斯基的教材 和声学实用教程和管弦乐法原理 这些书呢 还是我爸爸传给我的 但是这样一位作曲家 理论家 他的主业居然是海军军官 说起来真是太浪漫了 林姆斯基科莎科夫 曾在彼得堡海军学校学习 并且在海上当了三年的水手 他基本上是自学作曲的 后来成为 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作曲教授 一生写了15部歌剧 即不管弦乐 室内乐 合唱 钢琴曲 几乎涉列各种体材 虽然是自学成才 但音乐家基本上是天生的 他是五人团里面 音乐功底最好的 曾经帮穆索尔斯基的 霍弯信纳 以及其他作品进行修订和配器 穆索尔斯基的乐队法 写得不太灵光 他的图画展览会 也是由拉威尔完成配器的 后来报罗丁世事 他的歌剧《伊格尔王子》 又是由科萨科夫和他的学生 格拉祖诺夫 来负责完成配器的任务 是的 后来著名的格拉祖诺夫 就是利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学生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 鲍罗丁 前面几位是军官 海军兼音乐家 这一位鲍罗丁 却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 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墓碑上写了两行 一行是他发明的化学公式 一行是他的音乐代表作里面的主旋律 当然化学家是很忙的 鲍罗丁被称为星期天作曲家 他只有星期天一点点时间来作曲 为什么在俄罗斯 化学家也可以是音乐家呢 我想可能是小时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鲍罗丁精通数国语言 擅长钢琴与长笛 十四岁开始作曲 1850年入圣彼得堡医学院 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并且后来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曾经创办了女子医科大学 陈旧斐然 除此之外呢 鲍罗丁的声势也非常传奇 几乎可以拍成电视连续剧 或者写一部歌剧了 他是一位私生子 是一位高加索亲王和军医夫人生的孩子 所以他是个王子 我想起他后来写了一部歌剧 叫伊格尔王子 但是他的声势是不能公开的 一直被称为是农奴的儿子 他从小跟随母亲长大 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天资聪颖 在科学和音乐方面 很小就显露出超人的天才 九岁开始音乐启蒙 学习长笛和大提琴 十四岁开始作曲 并发表长笛协奏曲和弦乐三重奏 二十九岁的时候 鲍罗丁认识了巴拉基列夫 于是加入五人团 成为一位重要的成员 他作品不少 除了交响音画 在中亚西亚草原上 还有爱国主义歌剧 伊格尔王子 里面有一段很好听的答弹舞曲 两部弦乐丝重奏 还有声乐浪漫曲 采用一些神话题材 有一位评论家评论他说 没有一个音乐家 只写了那么一点点作品 就能永垂不朽的 可见他的作品成功率很高 流传非常广 业余的音乐家 能够写管弦乐队作品 能够成为音乐大师 可见在19世纪 俄罗斯的音乐教育高度发达 我总是觉得 接下来我们国家 也会出现不少业余的音乐家 随着音乐教育的深化 专业化和公平化 会涌现更多的非职业音乐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 有一位一起弹钢琴的同学 她的母亲是一位钢琴教授 她从小呢 钢琴就弹得非常好 但是上大学的时候 她就学了物理 后来呢成为物理教授 如今呢很多国际化的物理会议呢 学校都会派她去参加 她可以在酒会上 随手弹一首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赢得各种艳险的目光 如今看来呢 在俄罗斯的音乐史上 五人团成为俄国专业音乐发展的 重要的铺垫 如果没有他们 就没有后来的采科夫斯基 肖斯塔科维奇 以及拉赫玛尼诺夫 也没有俄罗斯音乐 在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特别了不起的是 这些铺路人的乐曲 因为通俗精炼 色彩分成 如今成为流传最广的古典音乐 成为古典音乐的入门曲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听见古典音乐之美 好 古典音乐很难嘛 下一周我们一起来听 五人团的五首代表作 下周见